同样的产品 东莞那边的厂家的价格 要比你们低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们的产品 无论是从稳定性还是科技含量 都要超过那些厂家 我们还提供三年的保修 货比增加才知道谁是最好的吧 是的 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介绍 这些我都会考虑 但是最关键的是 我关心的就是价格 对不起 这已经是我们公司的最低报价了 我们也是为了打开市场 由总公司特批的 如果再低 恕我直言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合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 不能让 如果接近价格底线 那么我们一毛钱提成都拿不到 这么辛苦就白费了 我还搭上一双鞋 豁出去了 对吧 那真是遗憾了 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 等等 我看你们 不太有诚意想做这单生意吧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带这么重的资料和样品 就是想第一时间展示给贵公司 您说我们有没有诚意啊 是啊 我们蓝姐为了帮着搬 把鞋根都给弄断了 那好吧 就照你们说的这个价格 对了 那边哪位小丫头今天有空 去趟商场 给蓝小姐带双鞋子过来 请总啊 是我 贵公司这次招标 小弟也想参与啊 您看 什么 需要电资啊 秦总 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小弟我最近手 请进 田总 物业公司打电话过来 吹房租了 说如果再不交 就要断电了 知道了 我 贝贝 今天商场好多品牌都在打折 声音台排了那么长一条队伍可壮观了 你怎么就知道逛街啊 一下又买这么多 家里衣服还没穿完呢 还请你穿衣服吧 一件衣服就穿个一两次 多浪费啊 别着急 我买的都是三折以下的经典款 穿几年都不会过时吧 怎么了 没事 我心烦了 还是在为借高利贷的事情烦吧 这件事呢我跟我爸也说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 所以呢他说 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还得出的话 他就帮我们还 说话呀 你现在是不是内心受到极大的谴责 正在忏悔呢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笔高利贷我拿去做股票了 我也是为了想把这历史给补上 想赚个差价 谁知道这几天股市大跌 全我给套进去 不是 田飞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你还想不想过日子了 这事儿能怪我吗 你自己把这事儿捋一下 要不是你爸 一会儿呢信息错了 一会儿信息又卖了 我们现在会成这样的情况吗 田飞你能不能检讨一下自己啊 没错 借高利贷是我同意你去借的 但你拿这笔钱去炒股 我完全不知情啊 我告诉你田飞 自己出了问题 自己出了披头 自己解决 别一天都要犯了错 我就想把一切责任都披到别人身上 什么 借高利贷 还炒股 真是作孽呀 小璐 这次啊 咱们不管他 看他怎么解决这件事儿 咱们让这小子吃点苦头 可是妈 房产镇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借局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小璐啊 平时看你挺灵光的 怎么被这个田飞 骗得团团转呢 借局是好随便签字的吗 就是签了字 那钱也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啊 田飞 把钱给花光了 要我们来还债 每个月利息要十万 十万了 你爸爸趴在那儿 要做多少账才还得轻啊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爸爸对不起 其实 其实田飞也是好心啊 他 他拿钱去炒股 也是希望快点把利息还清 这样比较安心吗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他说话 自从你嫁给田飞 我跟你爸爸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原来养你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还要养女婿 今天要车 明天要做生意 小陆 我们家就是一座金山 也要被你这个老公给花光了 行了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还是想想怎么解决吧 小陆啊 这钱呢 我和你妈妈 连本代理可以帮你们还上 但是这股票 你得让田飞转到我名下 我来操作 怎么说这方面我比他多懂得点吗 还有 你们家房产证 以后就交代你妈那儿 这样保险点 你回去告诉田飞 今天这事啊 算是帮你们搞定了 以后全得靠你们自己了啊 老是这么啃老这 还怎么得了呢 我和你妈要死了 你们还不过吗 爸 也只好先这样吧 小陆啊 以后做事多长得心眼啊 别被人家骗了 还帮人家数钱呢 嗯 这次还钱的事儿 千万别告诉田飞 哼 给他点颜色看 这次啊干得漂亮 辛苦了 不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明天晚上在香格里拉酒店呢 有个鸡尾酒会 你呢代表公司去参加吧 另外呀 马先生也会去哦 哎 你们两个发展的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喝喜酒啊 再说吧 跟你说这谈恋爱呀 是跟做业务一样的 你觉得游戏就快刀斩乱麻 千万不能优柔寡断的 像马先生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你稍微犹豫一小夏 没准就被别人抢去了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谢谢江经理关心 那我先出去做事了 嗯 好 哎 你还真懒呢 你怎么穿这么正式啊 那当然 这是正式的晚宴 我总不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 我觉得你拿的太多了 你能吃完吗 我跟你说 他们这儿的糕点是最好吃的 不吃白不吃 这个 我觉得你是全场最能吃的 我来看看 真的 你吃的最多 自助餐不是给人吃的吗 你只要不浪费就行了 我只要不浪费就行了 弹得好好听哦 看看是谁弹的 执法力度不错 这人应该是个高手 吃的水 预护法力不错 滴得很快 只是做得很快 我 我认识他 他在长途车上帮我帮我东西 还会弄钢琴呢 真没想到 你还真相信一见钟情啊 你都几岁了 这么大年纪还信这个 我是有多老 胡说八道 神经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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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宝宝还好吧 挺好的 我在这儿不妨碍你们吧 不妨碍 不妨碍 那就好 你弹得真好 没想到你还会弹钢琴 很久没练了 生疏很多 没有 没有 什么 你先忙 我接个电话 好吧 好 来 来 你知道你刚才很做做吗 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 我都不认识了 他会弹钢琴 我就喜欢有艺术细胞的男生 是吗 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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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 好吃 好 好 是掌握了吗 黄勺小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猴子 他不仅会拉大提琴 他还会弹钢琴的 我对钢琴又不感兴趣 你告诉我干嘛 乱小姨 我告诉你 你内心深处 绝对是喜欢猴子 要不你动不动就想着他 有什么事情 就记着他 靳灵灵 你不要跟我说因为所有而不是了 我要睡觉了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挂了 拜拜 拜拜 你去哪儿啊 你别管 我不管你管谁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 你们 你们干什么你们 没事上家看看 扔个门 对 他有一个星期还钱了 到时候别告诉没有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问你话呢 打算怎么办 要是股票不解他的话 打算怎么办 你拆房子卖地还是卖老婆呀 说够了没有 没有 我妈打算这件事情 不让我告诉你 她又打算帮你扛下来 钱先帮你垫上 股票交给我爸运作 是赚是赔 你都不用管 天飞 我爸妈已经为你做到这份上 你究竟有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啊 我爸马上要退休 别什么事都靠他呢 行不行 说句难听话我告诉你 我压根从开始就没打过 你们家一分主意 要不是你当初打着我的算盘 我会和你结婚吗小洛 还有啊 你爸妈也没你想得那么高尚 反正话我不多说了 还有 回去请转告你父母 我天飞 以后不需要他们一分钱帮忙 一样能够出人头地 请转告你 请转告你 老板别看了 物业把我们公司的店给关了 知道了 出去吧 怎么 还有事 是这样老板 我女朋友一直催我结婚 上海这边房子这么贵 我们 前些日子家里人在老家给我找了份工作 我们想回去 想辞职是吧 小刘啊 你也跟了我很久了对吧 辛苦了 这样吧 回家好好干 祝你早点和女朋友成家 谢谢老板 老板 那这个月的工资 拿了钱 回家给老爸老妈和女朋友都买点东西 谢谢老板 谢谢 曾经理 来 抽支烟 我们公司有规定 上半时间不许抽烟 孙经理 这次来主要想请你帮个忙 最近我公司的资金周转有点问题 但是我下周货款就会到 能不能够通融一下 下周把钱交上 那我帮你 谁帮我呢 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帮帮忙 那好吧 就一个星期 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 以我们的交情 不要说一个星期 就是一个月也没有关系 现在关键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的 老板每天催着我要钱 我也没办法 对对对 我一定不会让孙经理为难的 这是一百一十万元的本票 你看一下 请你把抵押的房产证还给我们 房产证 现在咱们两清了 谢谢 小罗 这事算是过去了 你要是想和田飞好好过 就别再提他了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嘛 再说呀 他本意呢 也是想把生意做好 我知道了 谢谢爸 走吧 我来吧 喂 妈 我刚组装完一张床 女儿能干吧 能干 能干 小姨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打算怎么过呀 我都忙完了 过什么过呀 过一岁 老一岁 不过了 还是得庆祝一下 我们家里买了个蛋糕 给妙妙 算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你一个人在外面啊 一定要买好的吃 不许凑合 知道没 知道了 就这样吧 拜拜 我每天要给你放一片 对他 吃了 我常读读 不是 我常读 都没有 你 还在说 我学习的 我学习的 儿子 妈 儿子 想求您个事 借我一万块钱吗 怎么了 公司出了点小状况 不过我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您放心 下周就会有一笔货款到账 妈知道啊 儿子您遇到什么事了 您要不是逼在这个份上 不会跟你跟妈开口说的 快说儿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公司交不出房租 午夜把店都停了 那小鹿知道这事吗 这事我不会让他知道 我想自己解决 下周呢 会有一笔货款到账 大概五六万块钱吧 这样公司又能够周转一段时间了 实在不行 我再想想办法 妈这时候不帮你 谁能帮你呀 可你这个拆了东墙补西墙 也不是个办法呀 对吧 对了 天飞啊 今天你表妹啊来家里了 说过几天到上海玩几天 这丫头也不懂事 我是怕她不打招呼就过去了 你今天下了班啊 跟陆陆说一下 让她知道这事好吗 妈 我还让她住宾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鹿最烦的就是老家来亲戚 到时候又吵又闹的 让人家看笑话 好好好 妈妈这就给你汇款去 谢谢妈 小鹿呀 成了上海人 怎么就活得这么累呀 哎呦 小鹿呀 有什么好 咧 咽 咩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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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毛张眼呢 没看见了 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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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搬东西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下次你还要搬东西的话 打我电话 你好 欢迎光临再加油 加93 93现金油卡加多少 加100 现在油加坊100块钱只能加一点点 就加100 你要是给我 我上一百块加就从您开始看一下 我上一百块钱 加些东西 出手 就会把产品还好 也就是 这几百块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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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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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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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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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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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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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Genesis 我一想到我们家小陆 在田家一个人 又孤单又无助 我这心里就难受 好的 别难过了 该说的我不是都跟她说了吗 小陆已经是大人了 她应该有这个承受能力 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我们又不能护她一辈子 这女儿啊 是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她心里难受 我这心啊 就像被刀割了一样 知道知道 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呢 杨茂 我们让小陆 做试管手术吧 有了孩子 可以调节家庭气氛 你退休了 我们帮他带吗 不行 不行啊 你别指着用孩子来缓和家庭矛盾 你想想啊 你身小陆那年 我们俩 还有我和你妈 你和我妈 那炒多少回来啊 你要知道 家里有那个小孩啊 这弄得是全家部的安宁 把所有的生活规律都打乱了 把所有的生活规律都打乱了 要我说啊 就算要孩子 也得等小陆和田飞的关系稳定以后才说 这生也不是不生也不是 不生也不是 想想当年小陆小的时候 天天哭也闹 熬啊 熬啊 总算熬得他上幼儿园了 可好 要么感冒 要么咳嗽 我们三天两头的去儿童医院 总算熬到上学了 又操心他的学习成绩了 后来大了 又工作了 有单位了 也有对象了 也结婚了 可好 又添了新的麻烦了 这不 我们这一辈子全给套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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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水去 泡茶 welche? 泡河 妙妙 嗨 嗨 猴子 叔叔 你看我amban cruz 亲一下 你真可愛 喂 喂 來 来 我们洗手去了 好不好 来 猴子 你在外面认识的人多 给我们小姨 介绍男朋友吧 妈 你又来了 其实阿文已经给小姨 介绍过一个博士了 但她没看上 要介绍博士她都不要啊 小姨啊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啊 国务院的 吃饭吃饭 这是要慢慢来的 还慢慢来 她都多大了 隔壁清清啊 人家早就结婚了 还比你小两岁呢 找个公务员 张叔叔家的女儿 清清 长得比你难看多了 我有多难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比她漂亮 你比她漂亮 小姨 小姨 对我来说你最美 你说这个事我就着急 小姨啊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呢 你给爸爸妈妈说说 我想找一个财貌双全 德财兼备的 行了吧 人家哪能要你啊 人家是要年轻漂亮的 你是不是我亲妈呀 你怎么打击人呢嘛 阿姨 我怎么样 我和小姨搬配吗 小姨哪能配得上你呀 我还不先配她呢 哈 我试过了 放心吧 喂 又怎么了 骨折了 你就在原地等我啊 我现在就过去 妈 我得出去一趟 你干嘛去啊 有事犯着 你帮帮我洗好澡 别让她着凉了 疼死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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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怎么了 她们都开了 我都疼死了 好了好了 好了 你跟一哥打电话了吗 打了 美日姐 我带你去 来 谢谢 谢谢 不行 慢点 这不要了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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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已经检查过了 是脚踝骨骨折 需要立即动手术 押金是五千块钱 你先去交吧 哦 好 喂 天飞 你可算接电话了 你表妹现在脚踝骨骨骨骨折 需要立刻动手术 你赶紧过来医院 什么 我马上过来 你要去哪儿 我有事儿 谢谢啊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 哥哥 买花吗 小妹妹 我们不要花 哥哥 你给姐姐买一朵吧 姐姐长得像花一样漂亮 这多少钱 十块钱 我还记得 这是你最喜欢的乌王王 虽然这花很平凡 可是它开得很美 即使变成了干花 它依然绽放得很美 送给你 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 都能绽放你的美丽 你还能继续